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海雷如此稳健的表现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赞叹不已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他却在为一个难题范畴 心事重重的张海雷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这一天和自己的兵张海雷一样 有心事的人 还有合成坦克营营长焦马龙 合成坦克营以南京军区某装甲师坦克三营为主体 配处炮兵营 装甲步兵碟 攻兵牌 侦察牌 以及防跨 高炮和陆航分队组织 具备很强的火力打击能力 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 它只有一个兵种 就是一个坦克 你在战略的过程中 你还需要做到其他兵种的加强 所以说你单独执行热物 能力就比较弱 合成坦克营加强了炮兵 步兵 攻兵 以及其他一些兵种 应该说可以独立织行 都在这边 然而 合成坦克营仅仅训练一个多月 就将迎来一场夜间的实兵实弹训练 到那时 训练成绩究竟怎样 合成坦克营营长焦马龙 当然从现在起就不会感到轻松 为了一个多月后的夜间实兵实弹训练 合成坦克营的指挥员和最优秀的炮手 不约而同的绷进了神经 因为将要在夜间进行的实弹射击 即使对张海雷这样的优秀炮手 也会遇到不小的挑战 过去进行夜间射击 目标高地一般会有一个发光的标号 作为火力打击的叛照物 对坦克炮手来说 这样的射击虽然不如白天描得快和准 但毕竟跑不了大方向 而现在的训练却要求在无光条件下进行 也不允许用发光物去指示目标 都是一片漆黑 目标都是跟苏联周围没有什么区别 也没有什么灯光 也没有什么标注 或者全壳的炮手 自己发现目标 消灭目标 这是坦克炮手张海雷将要设计的目标吧 它是在泡沫板上蒙了一层迷彩布制成的 有长方形 圆形等多种形状 要想在夜里看清楚它 只有通过坦克上的夜视器材去观察 这是夜视器材比较明显区分出目标吧的情况 炮手们最希望碰到夜间目标吧和周围环境的温差比较大的天气 但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目标吧和周围环境的温差小 通过夜视器材观看就有了难度 温度越低 我看的 比如说你的正常温度跟气温差不多的话 那我基本上是什么看不见你的 其实张海雷最近的心事正是因为这个目标吧 因为曾经发生了一次险情 至今都让张海雷心有悦记 我们处理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稍微得当了一点 辅助那些往生出大事 张海雷所说的是一次夜间训练 是在小雨中进行的 而这正是炮手们不容易快速发现目标榜的外天气 目标跟这个地表这个温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炮手箱发现目标还是比较困难 虽然下着小雨 可张海雷已经是装甲师第一炮 即便在无光条件下通过夜视器材来搜索目标吧 最早已熟练掌握了寻找目标吧原理和要领的张海雷 却没有感到太大的困难 他对这个夜间的训练充满了信心 第一个找到目标榜 并且精准命中 是他最期待的结果 坦克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 还不到两分钟 张海雷就锁定了500多米外的一个长方铁目标 我今天运气怎么那么好 我一下子就能发现目标了 那么远我就能发现了 那后面还那么长一节呢 我就不用担心了 过来过来我打就行了 但是就在准备激发的一瞬天 张海雷猛然意识到这个目标有些异常 明明是下雨天的温差小 目标吧不应该显示的太清楚 可现在自己瞄准的又是什么呢 这目标很大 很大太大了很亮 这个目标看起来上面 好像还有个人脑袋在里面动 我说那什么东西啊 怎么那么黑啊 我一看 不对那是人脑袋 危机关头 张海雷马上取消了准备激发的动作 那么张海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原来张海雷刚才瞄准的是一辆装甲侦侦车 这辆车正在超越张海雷他们的坦克分队 到前沿阵地实施侦查 而装甲车的尾部在夜视器材上看 和长方体目标法极其相似 从而导致了张海雷错误判断的目标 我们在演练过程当中有一辆车操作了整个战略队性 跑到前面去了 那后面的车有可能就会把这辆车当作目标 来进行目标准 虽然这件事最终有惊无险 但最优秀的炮手张海雷在黑夜里都描错了目标 合成坦克营营长焦满龙不由的吓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指挥合成坦克营 又会不会像张海雷一样不适应 这是白天焦满龙组织的一场训练 他所带领的合成坦克营为假设敌防御阵地进攻 突遭假设敌反击 因而进攻受力 叫满龙通过新型的指挥系统 呼唤号兵和武装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而在以前的训练中 迎接指挥员呼唤号兵和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 需要一个复杂的程序 你要召唤火力 要通过电台 向你的垂直的上级指挥所提出申请 由你的上级指挥所 比如说团 再向有关的部队或者指挥员提出申请 这样的话呢 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很难保障作战的及时消息 这次合成坦克营夜训采用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一体化指挥系统 让合成坦克营炮兵营和陆军航空兵的指挥员实现了共同指挥作战 指挥系统信息化程度高了 上级对训练实战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在即将进行的夜训中 焦满龙除了要避免类似张海雷描错目标的问题再次出现 申请炮兵支援时也面临了新的难题 为了炮兵火力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 此次训练坦克攻击分队将随着炮兵火力向前推进 使进攻部队和炮兵火力炸点之间的空隙变小 火力转移了兵力还没上来 你的火力向重生去了 接下来可以利用这个火力的间隙 重新恢复这个战略状态 你这个重新发际重新啊 它就可以实时有效地抵抗 而就是这个坦克攻击分队和炮兵火力炸点之间空隙变小的情况 让焦满龙的心理没了底 保持多远距离才能让炮兵火力发挥最大作用 而又不会对步兵和坦克造成杀伤呢 夜训展开 曾经描凑过目标靶的张海雷 在发现目标后却出现了犹豫 他还能抓住烧动即逝的战机 炮声隆隆 呼叫炮兵火力支援的焦满龙 能够精确控制坦克进攻分队和炮兵火力炸点之间的距离吗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时刻准备着 第十集 时兵实弹夜间训练悄然展开 下午5点 坦克炮手张海雷和战友们已经占领了进攻发起位置 做好了训练前的各项准备 浓烈的硝烟味道已经在训练场上空凝聚起来 绰号装甲式第一炮的张海雷 在这一晚将有怎样的表现 营长焦满龙担心的坦克进攻分队和炮兵火力炸点之间的安全距离问题 又能否得到圆满解决呢 这次夜间训练的背景 是蓝军一个营的兵力以托坚固攻势 固守带园 合成坦克营将奉命出击 夺占蓝军的前沿和纵深防御阵地 晚上七点三十分 合成坦克营接到了发起进攻的命令 全营利用浓浓的夜色做掩护 开始向贾射敌蓝军前沿阵地悄然逼近 一场猛烈的突袭即将发起 由于实行了灯火管制 再加上阴天 此时的练兵场伸手不见五指 张海雷利用夜视器材在黑暗中搜索 为了避免误伤占有 营里规定 坦克炮手的炮口要严格控制在左右45度的范围内 这个角度它不会360度在那边转 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 我左起哪边右起哪边 这个在那边搜索目标 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炮口对着自己的坦克 这个也不可能说把自己的炮口对着自己的步笔 只用了不到五分钟 张海雷就发现了一个目标 可在激发的一瞬间 一个多月前描错目标靶的情景 又突然在张海雷的眼前闪现 本应十拿九稳的射击 却在此时面临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张海雷不由自主的出现了一丝犹豫 打还是不打 稍纵即逝的战机不容错过 而张海雷毕竟是装甲师第一炮 步兵的机枪点射明确指示了 假设敌蓝军的目标方位 张海雷果断激发了炮弹 他指示了哪个目标 我也打了哪个目标 我正好从观察器里面看到两个检测出去了 那时我就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探断 把炮弹打出去 根据步兵机枪指示的目标方位 张海雷先离开火 他在四十米的距离内连续发射三发炮弹 短短十几年中 三辆蓝军坦克目标被摧毁 凶猛的突袭打得蓝军措手不及 前沿阵地上的碉堡 火力点和装甲目标 转瞬间就被摧毁过半 然而 战局突然逆短 蓝军呼叫炮兵进行火力拦阻的招数 凸显齐下 在蓝军炮火的反击下 合成坦克营不仅进攻手足 而且伤亡较大 谁注意 蓝军电话目标 射击 危急时刻 合成坦克营营长焦满龙 立即呼叫自行流荡炮兵 对蓝军炮兵阵地实施火力压制 同时申请了武装直升机 对蓝军前沿阵地实施火力打击 在炮兵和武装直升机猛烈的火力打击下 蓝军炮火被压制了下来 他们只能依托阵地上残余的刁爆和火力点抵抗 但为了最终完成夺战蓝军前沿和纵深防御阵地的任务 营长焦满龙命令坦克进攻分队交替掩护逐步推进 炮手张海雷和其他坦克轮流占领隐蔽位置 根据步兵机枪点射指示的目标方位 张海雷不断摧毁掉蓝军有生力量 然而就在坦克攻击分队即将突破蓝军前沿阵地时 蓝军增援部队却迅速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 红蓝两军又一次形成了对攻局面 而让张海雷怎么也没有想到 激战正酣实 只不然是想到了让坦克进攻分队 立即放慢进攻节奏 寻找地点隐蔽的命令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7台坦克是一路中队迁进的 但是我们中间引量的坦克 靠在那个挖地里面 导致影响我们后面的坦克 将终身发起军攻的队 蓝军反击的火力十分猛烈 如果停滞不前 坦克进攻分队将成为蓝军的火把子 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关键时刻 营长焦满龙果断命令被堵住去路的坦克从一侧绕行 然而这个决定却让官兵们都捏了一把汗 按照上级命令 张海雷他们的坦克不得不利用勾砍纵横的地形 躲避蓝军的火力打击 可在植被茂密 天空没有一点星光的情况下 坦克的夜视器材受到很大影响 从一侧绕行 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 假设想像这个时候看道路啊或者是看那个很累 眼睛也很疲惫的那种 而且这个道路跟这个一些植被啊 分辨不出来 那很有可能发生危险 很有可能就会开到多里面去啊 开到提拔上去啊 那么 合成坦克营营长焦满龙 为什么会果断下达从一侧绕行的命令 这是合成坦克营在夜训开始前的训练 焦满龙经常组织全营的坦克驾驶员 在勾坎纵横 从道路泥泥的复杂地形上 进行适应性训练 使他们早已掌握了在复杂路段驾驶的过硬本领 果然五分钟后 被堵住去路的坦克进攻分队 在穿过一片植被后 已快速迂回到了原来的坦克通路上 继续向蓝军防御阵地冲击突破 然而 越接近蓝军防御阵地的纵深地带 蓝军的反击也越猛变得 进攻部队急需炮兵的火力支援 可如果进攻部队和炮兵火力炸点之间的空隙太大 蓝军就有喘息和逃窜的机会 而如果这个空隙留得太小 炮兵火力很可能会误伤进攻部队 但此时所有的难题已经难不倒叫满龙 在这一天的夜训打响之前 经过反复尝试 他确定了坦克攻击分队和炮兵火力点的最小安全距离 火力掌握 迅速召唤炮兵火力 你叫九三高级北辰一线 你装甲目标 实施南主射击 是 随着炮兵火力的增援 南军的反击被快速遏制 炮声融洞 如此近距离感受炮弹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波 对张海雷来说还是头一次 那炮兵打了看起来很好看 打下来之后 你感觉铁弹里面很震 一震一梦的感觉 就好像在一个桶里面 然后人家确实在你桶面上敲了一样 那种感觉 呜呜呜呜 甚至他们在车里面从面子里看 炮就打在 感觉到就打在他们车前面 更加踢进实战 在实战的这么一个条件下 感受了这个战争的氛围 进攻部队和炮兵火力始终保持最小安全距离 不给蓝军任何的喘息之计 半个小时后 在坦克炮兵步兵等多兵种的联合打击下 蓝军纵身防御阵地被攻破 残余蓝军被分割为剑 合成坦克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同时他们在保证人员装备安全的前提下 多兵种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和夜视器材的优势 在黑夜里看得远打得准 提高了部队夜间作战的能力 养兵前日能打仗 用兵一时打胜仗 倒摇训练场 处置军兵种 放大军队部队练兵系统 见证全军官兵战斗一致 浸透着一线作战部队铁血味道的系列前面 时刻准备着 军事记事栏目 下期播出B11集 下期播出B11集